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23日星期四 这里是赖子聊书137 今天我作为嘉宾之一参加了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谈普京宣布暂停核武控制条约和王毅访问莫斯科 今天的赖子聊书就是这次访谈 由于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分上半场和下半场 今天的节目也分上半场和下半场 这里是下半场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2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平章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2日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普京称俄中关系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 他称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并表示期待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表示 北约看见了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计划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其急需的致命性武器的援助 并且警告北京这么做会有严重后果 美国国防部也在周三做出了相同的警告 欧盟则表示北京若军援俄罗斯将踩到红线 而北京则否认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越过红线 拜登政府能否阻止中国对俄军援 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欧洲智库 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 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 再次欢迎二位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先从这个王毅访额来谈起 我们看到普京在欢迎王毅的时候 是张开了双臂以示热情 那王毅当时就表示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严峻 但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 成熟坚韧 稳如泰山 他说危机和乱象虽然时常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危中有机 危可转机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所以中国到底在目前的危机当中看到了什么机遇呢 张静华博士您的看法 好的 那个首先呢 大家都看到就是说 这次是普京打破了常规 在克林姆林宫建了王毅 那么这个是本身就意味着俄罗斯太需要中国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从这次王毅在莫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来看 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 应该这么说 已经有了明显的转折 所谓的明显转折就是说 中国的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 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冬奥会的时候 跟普京会面 习近平跟普京会面 那么当时是强调的是所谓 就是没有上线的这样一种合作 但是客观的来说 中国当初对战争发生的后来的走向 并不知情 并不没有这种很好的预测 这样呢就是说 使得中方也觉得很吃惊 这样就决定了 中方就是对后来的普京的这个态度 有所转变 所谓的转变就是说 第一呢 没有上线 这个本身就是也不去兑现了 这本身是一种诺言 但是诺言也就不去兑现了 第二呢就是说是强调所谓的中立 这个当然他这个中立 这点是大家都能看到 是不是真的中立 这是另外一码事 只不过说中国一直强调 那么但是这个从现在 这个莫尼黑安全会议上 上王毅的发言来看 就是中国更明确了 就是说是对俄罗斯的支持 这种支持就是 尽管中国没有抛弃 中所谓抛弃的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 但是但是客观的来说 大家都明白 中国是不希望看到一个更弱的俄罗斯 那么从这点来说呢 这个王毅所谓的威中有机 这个威可转机 这个是一种这个语言的文字的游戏而已 这没有可以这么说 他这里没有一点的辩证法 所谓的一点辩证法 就是说他不可能 就是说是把这个危机转成 这个就是说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克服这种危机的现象 他不可能 那么但是呢 呃王毅说的话 也有一定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说 中国决定呃 这次在莫尼黑安全会议上 也体现出来的 决定在公关 在世界公关 就是呃这个public relation pr这个方面呢 就是去捞一把 那这可以这么说 呃中国这个正好是时机 捞一把的时机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就是说 把呃提出所谓的威中有机啊 威可转机的这种说法 呃也就是说是他的公关当中的一部分 啊也就是说表明啊 你看我们中国是准备也力图 也要做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跟中国 宣布的在战争一周年时期 习近平要说是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可以这么说谈判这个问题上 和平的问题上要做出一定的贡献等等 当然我说了 说是这么说 做是不是能够做 会不会做 这是另外一马事 是 刚才张博士说 中国只是想在国际公关上捞一把 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现在是试图摆出 一个调停者的姿态 据信北京马上会推出一份 俄乌战争的和谈方案 不过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对中国 是否有资格来做调停者表达了质疑 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 中国对于调停有多少的真心 或者能忠立到什么程度呢 我相信北京的调停是真心的 俄乌战争对于已经陷入逆境的北京 如今如同是雪上加霜 由于北京的外交和情报部门的失职 北京在战前对莫斯科的意图 俄军的能力判断失误 结果落入了莫斯科的外交圈套 副外长乐玉成所说的 中俄战略合作无上限 既成为一个笑料 也成为西方质疑北京调停资格的依据之一 但是如果北京真的能够调停成功 就能够结束乌克兰人民的痛苦 还能够让俄罗斯避免失败 让俄罗斯联邦也一定能够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 更何况呢 如果调停成功 还能够让俄罗斯避免失败 让俄罗斯联邦避免因为战败而瓦解 在与北京陷入战略竞争的情况下 一个强大繁荣而统一的俄罗斯 显然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 用北京的话来说呢 就是中俄两国背靠背 这一点呢 刚才张教授已经说了非常多了 就是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 但是呢 虽然北京对于调停是真心的 但是呢 它是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来重新建立新秩序 就是刚才张教授所说的 它基于 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 就是以联合国为宪章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 而王毅外长在莫尼黑的讲话 就渗透了这个要按自己的设想来重新建立新秩序的阻止 是 刚才雷小刚博士提到了中国的设想 张静华博士 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一个更具体的预判 就是中国希望俄乌双方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条款 这样的条款是乌克兰美国和欧洲有可能接受的吗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 一位乌克兰的高级官员在周三的时候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起草的这份和平计划 并没有跟基辅磋商 似乎乌克兰方面对于中国的计划的期待度也不高 您怎么看 这就是说明问题的 我已经说了 我可能不会太同意赖教授刚才比较乐观的一种说法 就是在中国作为调停人这样一个方面的说法 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不仅中国跟乌克兰没有商量 而且俄罗斯也否认跟中国有任何谈过 就是说这次这个王毅不是访问了莫斯科吗 就是在莫斯科访问期间谈过和平这个谈判或者说和平协调的这种这个示意 那么这说明了就是说双方 俄方跟乌方都否定了就是说中国的在做的所谓的努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要注意到就作为调解人来说 如果要当好一个调解人 那就必须具有调解人的资格 那么调解人的最重要的资格是什么呢 是公正 那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是不是体现出公正了呢 这就是问题 只要这个在被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方方之间的一方 不接受这个公正性 那么你这个调解人的资格就没有就不具备 同时呢 调解人还必须具备一个调解人的技能 这个技能是一种外交技能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中国也不具备这个技能 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说是 但是呢 他这个提出这个和平的建议等等等等 这些还是有一定的效用的 这个效用就是第一 他这提出的这个议题是在欧洲提出的 他就是要给一个 给欧洲一个所谓的好的印象 那么可以这么说 欧洲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全部人 相当一部分人还觉得挺感兴趣的 这样呢 就是达到一定的效果了 当然这在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就是西方以外的国家 也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这样一种效果 那么这样应该这么说 这些效果都还是有的 但是呢 中国处在一个困境 在这个问题上处在一个很 很就是说尴尬的这个境况 就是像什么样的尴尬的境况 就是说第一方 他首先是不能做出 像西方妥协的这样一种 这个姿态 同时呢 他又 就是说又不能被俄罗斯认为是 背叛 他这两个都不能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他这个调节呢 还是 应该这么说 我是不是很看好 我觉得他 尽管可能有 有一个设想 但这个设想永远是 至少在目前这几个月内 还是个设想 应该这么说 如果要调节 那么中国 首先要取得一个公正的资格 那个公正的资格就应该像 塞尔维亚那样 塞尔维亚是一个 中国的朋友 也是俄罗斯的朋友 但是塞尔维亚的这个领袖 有这个胆量 说你这个顿巴斯 你这个克里米亚 不是你俄罗斯的领土 有这个胆量这么说 他就遵从 遵从就是国际 国际法 那么这一点来说 这是最基本的特点 那么从这点来说 中国就绝对不会有这个胆量 那么中国之所以 没有这个胆量 他当然说 我们要强调这个 所谓的领土的完整 等等 但是他从来不会把问题讲的像塞尔维亚 这个那么明显 那么具体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 实际上从这个公关角度来说 这个中国现在打出这个牌子 完全是考虑到 我今后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 他是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 那么这样的就是强调领土完整 等等等等 但是他绝对不去提那个具体的问题 顿巴斯是谁的 那个克里米亚是谁的 这个问题 他绝对不会去涉及 是说到这个领土问题 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之前孙 他在YouTube上给我们留言说 真正爱国的中国人 应该借着俄罗斯进一步解体 把北亚的领土要回来 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Tom Cat 他说中国不傻啊 让俄罗斯倒了 下一个就是中国 所以当然得帮助俄罗斯啊 还有一个叫Dart的这个网友说 除非内部矛盾强大到足以影响政权 否则习近平应该是不会胡搞的 所以这些网友都觉得 就是现在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俄乌问题上的立场 也跟中国内部的这个情况 一些政治上的情况 和外交上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那小刚博士 您觉得这个面对这些中国的这种内困和这个外交上的一些难题啊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是一面的在提供和谈方案 同时一面的又在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援助呢 此前布林肯的警告据信是依据北方这个美方的一些情报 那北约也表示看到这些迹象 您觉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报或者迹象呢 由于一个强大甚至在欧洲咄咄逼人的俄罗斯符合北京的利益 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援助 甚至特别是致命性武器的援助 自然就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但是我更愿意把布林肯的警告 视成是威慑而不是情报 布林肯的这个威慑呢 来自于美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在情报领域的巨大胜利 但是二十多年来 美国在情报方面的重大失误也有许多 比如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呢 被问及俄乌战争的情报准确的原因的时候 伯恩斯说呢 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跟踪 美国对于北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的长期跟踪 原因是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只有二十年的时间 虽然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研究 但是就具体情报的真伪就不得而知了 布林肯没有说自己的情报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他也不会说 那么今天的昨天的华尔街日报上说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公布自己的情报来源 但是呢 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前的时候 我又查了一下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情报的来源 所以它是不可证的一个问题 情报是不可证的 因为不可公布 说到底这是不是情报 现在还不得而知 嗯 是 刚才雷小刚博士说这个不是情报 而是警告 那我们再更多的看这个美国的警告啊 布林肯在和王毅会面的时候 就警告王毅说 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支援 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布林肯没有向媒体公开说明 如果北京漠视警告的话 华盛顿究竟会施加什么样的后果 张静华博士您觉得这个后果有可能是什么 拜登政府能出什么牌 这个应该这么说 首先呢 这个大家都不希望这事真的发生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么应该这么说 第一呢 就是中国呢 也会像处理这个间谍气球一样 就说这不是间谍气球 这是气战气球等等 那么这是中国的方面的反应 但是西方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要看整体来说 就是西方怎么来反应 比如说是普京侵略乌克兰的 这样一个当初的 做出的反应来看 就是说 如果说要做出一定的反应的话 它也是很匆忙的 也是象征性的 那么这个当然我说了 这点是肯定的 就是如果西方 像对 要如果要对中国采取的 这个经济制裁 就跟对俄罗斯那么制裁的话 就是这个整个范围的话 这么操作的话 那么这个比对中国的打击 远远超过是对俄罗斯的打击 这是肯定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很依赖于 世界经济 世界贸易的这样一个国家 就跟俄罗斯情况还不一样 那么但是呢 总体来说 我觉得西方对这个 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上 没有具体的说法 没有很好的准备 这是 只不过是大家都希望 就是说美国的警告 能发生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里我顺便要提一下 就是说我今天在网上 还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国内的有一位 有一位人士报道 说是这个现在中国的军工厂 现在是夜以继日的在干活 完了生产出来的东西 是不带标记 完了就是说是要运到这个伊朗 完了再通过伊朗运到俄罗斯 这个说法我没法去确证 它是不是对 但是呢 我想美国已经表 有这个 有这种表态了 美国的表态就是说 如果真正发生这个事情 如果真正有必要的话 美国就会公开一些情报 那么这样的我想 应该这么说 再怎么样 就是说是秘密的来操作 再怎么样不公开 但是呢 情报系统肯定还是有自己的办法 去了解到这些事情 那么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中方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呢 应该这么说 原则上习近平确实也不想做 只不过就是说 如果我说了 但是他又不想看到一个要倒台的 要垮台的普京政府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今后的几个月 那么今后的几个月 就是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几个月呢 应该这么说 中国会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 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决定 也就是说 是大批的来运送武器呢 还是就是说 停留在这个口头上的一种诺言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叫答案 他给我们留言说 俄乌战争已经到了收尾期 各方都在为如何收尾 对自己有利来寻找筹码 普京的筹码是核威慑 以及中共的致命性武器的支持 民主阵营则是想要削弱 中共支援这个筹码 显然中共现在已经从旁观者 逐步走到了前台 是否支援普京取决于 民主阵营对中共的压力 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 您觉得民主阵营 现在手里面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来这个阻止中共 对俄军援 以及减缓中共对俄的一些 非致命性的援助呢 我们还有20% 这个牌非常多 因为中共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 全是因为西方国家接受它 并且给它大量的技术援助 当我们把这些技术援助 和市场关闭之后 中共就垮掉了 它就会像以前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 国家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张静华博士和赖小刚博士 带给我们的分析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探讨 普京面临战略失败 习近平仍然不离不弃老朋友 乌克兰战争这一年 中国如何给俄罗斯输血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推特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 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 欢迎大家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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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